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我们在之前也做过一些处理器的专题视频 这期专题是最近很火的骁龙888 在小白测评的前期体验中 小米11 Haiku7在高负载下确实表现都不佳 既然大家这么关注 搞数据测评 这个我们擅长 既然本期是处理器的深测 那么我们的样本量就要多一些 先提前说明大家千万要和平一点 本期视频并没有要回应什么反驳什么 这个目的非常简单 在我们控制尽可能控制的所有变量前提下 来看一看它高中低负载 加日常各种场景下的具体表现到底怎么样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预设好的立场了 那我建议你直接可以关掉视频了 其他小伙伴我建议你完整看完 我管你听见小白测评 马上开始 数据量巨大 记得三连本视频 点赞收藏 在开始之前先给大家说明一下测试条件 本期视频所有实测 都是在25度的环境下完成的 为了数据的准确性 我们尽量控制在25.5 正负0.5度这个环境下 因为环境温对手机影响巨大 直接决定了SoC的整体调度 以及性能释放 对于测试功耗和发热 一个稳定的环境温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 还有更多详细且严苛的测试条件 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 关注小白斯文微信公众号 后台回复关键词骁龙828 即可下载查看本期的测试手色 OK进入正题 我们这里先引入一个名词 空载 即手机桌面统一350尼测 同样的背景和壁纸 手机此时的静态功耗 当手机具体运行某个APP时 减去这个功耗 即可相对更加精细的 估算出SoC的功耗 我们还是先从理论出发 先看CPUGaybench 5的跑分 多贺成绩 iQOO 7最高3701 略为领先小米11 不过峰值功耗也更高 已经达到了10.78 虽然有些差距 但还算合理 平均功耗方面 小米高达6.02瓦 相比iQOO 同样的SoC 直接多出了近12%的功耗占比 iQOO的成绩还算正常 难道小米11的828 就此就翻车了吧 仔细想想 小米11也就多了一个2K 不至于会有这么大的功耗提升 于是通过对比发现 四台手机在运行Gaybench 5跑分时 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调度策略 第一种就是 CPU根据跑分软件的运行机制 在相应的地方 给出相应的性能 你要的多 我就给你的多 你要的少 我就给你少一点 在前半段CPU大核跑分时 剩余7颗核心 都会与较低的频率运行 从而降低功耗 唯独小米11不一样 可以看到8颗核心 全程一条直线 一直处于满频的状态 虽然这期间 中小核不参与跑分 但静息功耗的提升 也是相当明显的 这也就导致了 小米11在运行X1大核的时候 功耗达到了4.04瓦 这个成绩就非常恐怖了 而此时的iQOO7 才3.37瓦 小米11这样的调度策略 应该就是为了跑出更高的分数 所以导致功耗更高了 看到这你也就明白了 一台骁龙88的手机 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但正好我们还有另外一台 88的手机 就可以排除掉这个问题 现在以小米10Ultra为基础 计算得出 88X1大核功耗提升21.11% 性能提升了25.11% 这是可以被接受的 从结果可以看到 功耗提升的同时 性能提升比例更大 现在也可以说 至少X1大核在跑分环节 还没有翻车 计算得出 88X1平均3.24瓦 865平均2.77瓦 麒麟9000 2.69瓦 这个成绩 骁龙888确实在性能提升的同时 功耗也更高了 麒麟那边成为了一匹黑马 在性能提升的同时 功耗基本持平865 甚至还更低一些 GPU部分 88有之用的660频率 直接从865的587MHz 提升到了840MHz 性能功耗实测 3DMark OpenGL ES3.1 iQ7最高 9072分 性能相比865提升了25.2% 和43%的频率提升相比 非常有限 当然重点在功耗方面 88峰值功耗达到了11.24瓦 平均9.8瓦 和功耗仅5.12瓦的865相比 功耗提升达到了89.8% 真的非常恐怖 单从纸面数据上来看 毫无疑问 88的GPU功耗翻车了 而且在我们的所有实测之中 也从来没出现过840这么高的频率 起码在这两台手机上 这个频率是跑分软件专属了 OK 跑分说完了 实际体验 咱们先上原神 也不磨叽了 直接就来个半个小时的原神测试 小米11除了打BOSS掉帧 在跑图时帧率还是非常稳定的 平均达到了54.2帧 iQual的原神表现就非常有意思了 平均帧率47.2 确实翻车了 在功耗上 各家的峰值大差不差 平均功耗865更高 6.2瓦 小米11也达到了6.1瓦 iQual的5.3瓦 要更低一些 看CPU的实时曲线 游戏12分钟的时候 手机发热 iQual直接关闭了X1核心 降到最低0.84GHz 使用力为0 游戏掉帧 A78中和也呈现阶梯式的降频 7分钟之后 仅为1.44GHz 后续23分钟 全部由A5的小核心顶着 反观小米这边 三颗A78全程积雪 2.4GHz 小核也在1.84GHz徘徊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小米的功耗要更高了 多了0.79W 使得小米高了近7帧 这里要说明一下 由于整个视频周期 长达两周 视频上线前 iQual已经更新了 1.9.5的最新版本 进行了调度优化 全面的实测结果 我们也会在各个平台 同步更新 下面肯定要看发热 不连接性能狗 连续一个小时 原神最高画质测试 这是非常极限的 这里要多说一句 测试帧率的时候 需要连接性能狗 测试发热和续航的时候 是不能连接的 因为即便不充电 插线也会造成0.2W左右的误差 直接影响功耗帧率和发热 小米在30分钟的时候 达到了50度加 一直持续到游戏结束 这个时候机身温度 最高也到了52.62度 iQual则在20分钟的时候 达到了48度加 后续由于降频 发热并没有持续上涨 小米上Ultra在半个小时 也突破了50度大关 平均率54.3 但是温度要更低 看完这些 理论上讲 如果把耗电换算成HR10 最高的应该是最热的小米11 但实际结果是小米10Ultra 比11和iQual 7高了 150HR和245HR 原神这款游戏上 88的发热确实翻车了 iQual的调度让温度更低了 但牺牲了一些体验 也正是如此 88全面翻车的舆论 也就此起来了 但也仅仅是原神这一款游戏 而且功耗上 也更加省电一些 这和调度策略是不无关系的 很多人说 我不玩这款游戏 日常的软件和其他大众游戏 体验怎么样呢 半小时和平精英88 平均都在3.6W加 865更耗电达到了4W加 详细看一下CPU的运行过程 小米10Ultra中和 一直在1.8GHz 较高频率运行 iQual最低中和 仅为吃在1.2GHz 虽然两款88的调度看着都很低 但是在游戏针率上 一点没有妥协 都是一条直线 稳定运行 在一小时不连接新闻狗测试中 小米11 耗电21% iQual耗电30% 换算成毫安时 小米11耗电966毫安时 要知道 这是2K屏 865的小米10Ultra 耗电高达1260毫安时 在游戏发热上 小米10Ultra最佳 机身最高42.72度 其他三管机型大差不差 维持在了45度左右 总之 在中等压力的和平精英上 在较低频率的运行下 可以保证游戏的优良体验 而且功耗要更加省电 在游戏方面 原神高压测试是翻车了 但是在中复载和低复载的游戏上 表现其实还是OK的 功耗表现也要更好 除了游戏 其他场景 还有没有翻车呢 我们最最常用的 微信号电 进入主界面 不操作10分钟 iQOO7平均2.4瓦 要好于小米10Ultra的2.6瓦 1080P30人B站视频播放 iQOO平均1.61瓦 小米10Ultra平均1.54瓦 828高了约0.07瓦 而小米11这边则要都略高一些 我们怀疑是2K屏的原因 从iQOO上这两个1080P的 日常使用场景上来看 828在微信场景下 还有小幅的领先 我们再全面综合一下实测 小白色名数据库 三小时续航测试 综合了6个大家常用的实际场景 小米10Ultra剩余60% 还是把它换算成好安时 小米10Ultra还QOO7 三小时平均耗电 1800好安时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没有给828下结论 说它全面翻车的最直接原因 因为如果瓦数发热全面翻车的话 那么最直接的体现就应该是功耗 我们综合实测场景的各种数据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体现 为了进一步验证整机功率功耗 这次我们也干脆花了大功夫 直接将手机测到煤电 测到死 我们用四台手机同时观战 一个人吃鸡 小米11测到死4.6小时 iQOO7 4.28小时 通过电池总设计容量 计算出平均功耗 108MP的iQOO依然能效比最高 平均仅为3.62瓦 小米略高一些3.78瓦 均低于小米10Ultra的3.8瓦 看了前面一大堆数据 你可能有点乱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CPU跑分部分 骁龙888没有翻车 但是小米11的CPU调度 出现了一些小bug 或者说不够智慧吧 如果你手上只有小米11 那你可以认定它翻车了 我们和小米也做了沟通 后续它们也会持续优化调度策略 GPU部分 Augenio 660确实翻车了 起码在我们测试的这两台上是 原神这个高负载游戏 这两个88的机型 一个在真理翻车 一个在温控翻车 在吃鸡和王者这种相对 没有那么极限的负载下 功耗一个表现明显更好 一个基本相同 第三日常使用 数据库的小米11和iQOO7的 续航成绩都说明了 不过88作为新一代的旗舰机处理器 新的制程工业 中用第一日常负载 功耗稍微好一些 这是应该的 但目前高负载发热表现 确实说不过去 因为这代表着新旗舰处理器的高度 给后续厂商调校调度 和散热优化的压力 也确实更大了 至于大家讨论的三星5纳米 供应问题 这个由于设计的因素实在太多 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 小米11 iQOO7 都已经开始大规模出货了 买到手机的小伙伴 有很多也应该正在看这期视频 你们觉得这两款手机的888 全面翻车了吗 可以弹幕或者评论 上一代发布之初 集成基带火龙865的论断 也是满天飞 一颗SoC的优劣和系统 硬件调度都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确实不能彻彻底底的 把它们分开来论 都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回看一下865芯片 它既能位列前几 也能位列倒数 同一个芯片 给不同的厂商不同的机型 即便到2021年了 吃鸡的温控 也能达到5度左右的差距 在视频调研期间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 硬核网友做的硬核测试 通过直接拆卸小米11的电源 外接高精度的恒压电源 直接读取实际功耗 发现外接恒压电源 平均顺时的功率读数和手机内 也就是本期视频我们前面 用性能稿测出来的 平均和顺时功率 在部分极端条件下 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就是在某些情况下 存在软件读数不准的情况 这也算是侧面验证了 为什么说888全面翻车 但是机器的整体续航 并感受不到这个悖论问题了 另外 865同性能下功耗比888更低的这个观点 也做了专门的ROOT限制测试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 后台回复骁龙888获取原测试文 这期视频是小白测评到目前为止 测试数据量最大的一期 但测试环节不算整理和后期 数据组三个人花了整整一个星期 来反复进行验证测试 出现某一个数据异常 就开心机重新测试 但也再次重申 我们不想给任何人洗地 也不想反驳什么 说恰饭就更扯了 你是不知道我们有多贵 开个玩笑 前面我们说过的 手机硬件处理器 调度调教 散热配置等等等等 它是一个完全的整体 确实无法通过某一个型号 某一个版本的一款游戏 来进行全盘论证 这期处理器专题 也是我们所有处理器之中最长的一期 不会别的 只会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真实 这个世界呢 它确实不是非黑即白的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说888全盘翻车 就是因为根据我们自己的实测数据 描述了一个事实 但当888全面翻车 这个舆论起来的时候 因为你没说它全面翻车 就等于再说它的好 这样真的是太极端了 其实高负载不行 GPUB9000超越实测的续航功耗发热 我们在最早的小米11的那期深测中 早就已经说完了 现在也算是用了一期完整的深测视频 说明了我们的数据和观点 越是在各种各样的讨论 各种不同的观点交错的时候 越要建立一套自己的完整的独立思考能力 和观察能力 大家都是爱好者 共同的爱好让我们集中在这一块 内容舆论之中 这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吗 对吧 理性讨论 感激分享 大家坚听则明 OK 更多热和精彩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白视频微信公众号 888后续各种机型的数据和实测 还有体验视频 我们都会首发为大家带来 不关这点 小白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